哈喽大家好,在家做叉勺又平移又新鲜又乎乎的,做出来就可以吃 今天做这个汁特别不同,酸酸甜甜 来看一下今天的材料,白香果,将白香果切开,放在一边备用 两块洗干净的猪肉,放在碗里,然后准备调味料 五香粉,紫阳粉,八角粉,胡椒粉,辣椒粉,酱油 蚝油,老抽,辣椒酱 将所有的材料抓均匀 有时间的话,腌制两个小时,用保鲜纸封好,放入冰箱里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抓均匀就可以开炉了 做好的猪肉,放在一边备用 现在准备刚才的白香果 将里面的果汁倒出来 哇,白香果的味道特别的香 有白果的香味 酸酸的味道 放一点白糖 放一点白糖上去调味 淀粉 水 将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 放在一边备用 准备一把香葱 将葱切成葱花 再准备一个辣椒 将辣椒头去掉 再将辣椒切成粒 然后将切好的辣椒放在碟子里备用 葱也放在碟子里备用 准备好就可以开炉了 开大火 锅肉倒入油 将刚才准备的猪肉再抓均匀 油入后将猪肉放入锅里 将猪肉在锅底里移动一下 这样锅里的油就很均匀铺在锅底里 再放上另外一个猪肉 将两个猪肉放平 再盖上盖子 大火烧一分钟 然后转中火 煮十分钟 十分钟很快就到了 圈去盖子 看一下 哇非常的香 将猪肉反过另一面 哇好香哦 这个猪肉太香了 反过来后盖上盖子 再煮五分钟 现在准备一个碟子 上面放一些盐芡做装饰 五分钟 五分钟的时间到了 哇太香了 在猪肉里面的汤汁都是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猪肉 太香了 现在将它放在砧板上 这样的猪肉看上去就想切开来去 现在将它切开两边 再将它切小块 看一下里面 哇哦 好漂亮哦 这个猪肉 这个猪肉 撒菜 撒饭都一样好吃 现在将切好的猪肉 放在准备的碟子里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猪肉实在是太香了 这个菜基本上已经做好一半了 还有一个汤汁还没有做 这个视频你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的话 给我一个点赞 或者给我一个留言 有时间给我写一个评论 我会很快的答复你 装好盆子后 在上面撒上葱花和辣椒 现在准备调味料 准备好的白香果 搅拌一下 将它倒入刚才烧猪肉的汤汁里 这个白香果的香味太浓了 倒入肉汁里 酸酸甜甜辣辣的味道 将汤汁搅拌均匀 将它煮开就可以了 再将它搅拌一下 哇哦 太浓了 将汤汁倒上猪肉上面 现在的猪肉已经太完美了 甜酸辣 白香果的味道 破壁而来 一道菜就基本做好了 如果你想看我更多的视频 请你按一下订阅 然后按一下小叮当 每一天我都会更新一道美食 好了 这一节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再见 谢谢你的观看 谢谢你的观看 谢谢你的观看